2019年滑雪街在4月12号举办了Sold Extreme Cool War的那个比赛 我们早早就上了山 因为11点才变成比赛 现在是从Sevenhaven后边的那个背山呢 就现在看到了比赛场地 比赛的入口处 就在Cool War那个地方 这是搭的那个棚子 这是Mountain Event 在这呢门口贴了一个纸条 就是说有比赛选手的名单和号数 它是按次数按号数来进行比赛的 前十几号呢都是Pro的 就是专业滑雪的那些人 一号是女的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是Pro的男的 反正我们在这先看比赛场地 这个地方呢我早就说过是非常逗的 从这个口呢 有时候呢学好的时候出口还很好出 我们上次看他们在插旗杆的时候就很难插的 那个进口就相当复杂 那些人背着旗杆跳下去 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比赛场上 现在现在滑的这个人呢 是Full Runner 叫Town Lo的 这已经是第二个人了 B号 第一个是A号 我那一会儿来不及照 就看着他跑了 现在等B号出来以后呢 赶快去看 接着那天比赛场里 上面的雪挺好的 松松的 但是呢 滑的人也多 尤其有这么陡的地方 滑的齐门 也就不是特别好滑的事了 现在看这个人 你看他滑的并不快 其实这个地方 我照的是把镜头拉近了 其实那个地方还挺陡的 现在已经到了下边了 就没那么陡了 稍微缓了一点 但即使就让我们滑这些地方 都滑不了他们这么快的 这些人技术都很好 忘了刚才说了 从我们这上面看呢 可以一直看到最下边 也不是下边 就是下边那个 可以看比赛场地 观察的 这个地方呢 Zercy Cream的那个 缆车顶上 那点搭了一些台子 让人可以看 这个就是Zercy Cream Randy Wood 然后旁边是新盖缆车 这已经是这些比赛的 第一号选手 一个女子的Pro 下车 滑的挺好的 我没找到出门口 但是呢 可以现在看 抓 抓着他抓拍的 就是他在滑的过程中 你看他们这滑的并不快 实际上因为那个地方太陡了 雪油松 他运气还好 他是第一号 所以呢 那个时间他雪框最好的 后一人也滑 都已经让他们踩瓷似的 都冰了硬了 那可就不好滑了 这个人呢 看他一直滑到这个段 还挺好的 我后来镜头转了 但镜头刚一转过来 就听着旁边嗷嗷嗷叫下来 原来他在后边呢 他摔了一跤 选手出来挺快的 这是第四号选手 刚一出来就摔了一跤 现在是往上爬 准备继续恢复他的比赛 他爬上来 因为他是从上面那旗门摔下去 他一定要把这个旗门 爬到旗门以上再往下滑 才算有效 尽管是摔了 他还是时间 要抓紧时间 接着往下滑 不过看起来 这个一鼓作气的这个势气 已经摔落了 因为摔了一下吧 随着滑起来 整个就是说 那个节奏就不对了 漫游游的 现在还没 还没开启到 那个比赛的感觉呢 不过可见 这个地方是多走多难滑了 他总算滑下去了 然后呢 一分钟左右就出来一个人 门口呢 有一个人专门是监视的 拿着队长机 看下边的情况 可以不可以 也还是现在第五号选手 开始滑下去 这些呢 都是属于pro的 因为先让pro滑 要保证学好的情况 让他们先滑完了 看成绩了 一般出城的都特别好的 去年pro的是 斯丹瑞 也是一个威斯尔老口 今年他们要参加比赛 现在呢 这还是一个女子在滑 这是第五号 我们 我就多照着一些 看起来滑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地方 地势太险要了 然后现在又一个新的人滑 这个呢 是 几号都没看清楚 不过这个滑的呢 好像稍微顺利一点吧 也不见得 因为那个地方太凉滑了 相当懂 我平常我们在这滑了 后来还有人说滑了三四次 其实呢 你从 谁都说你滑了这 问题呢 是你是怎么滑下去 是蹭下去的 还是滑下去的 是不是 太难讲了 反而 在威斯尔滑雪 还是得谦虚点 别感觉太好了 刚一开始全是女线手画 这是一个小女孩 这个画的就顺了一些 看他在拐弯的时候呢 是速度呢 稍微减一点 然后就是要让他这弯拐出去 弯呢都拐得稍微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好控制速度 控制他的balance 我们是看着人滑 嘴不里说 实际上 我们都没那本事 去参加这个比赛 看热闹吧 现在 现在 现在这个8号呢 可能是个男的了 也不知道 反正就说呢 今年的比赛呢 没有去年参加的人多 报名费呢 是190块钱 如果是 过的时间呢 报名费就更高 他们现在呢 就说 今年 去年有180个人参加 今年据说 只有137个 还有一个中国人 那看 现在这个滑的呢 就ski掉了 然后又赶快把ski 穿上 接着往下滑 还要抓紧时间 还是不舍得放弃啊 反正是在这摔掉的 人就在爬起来 接着往前走 带着无限的惊讶 走进你呀 走进你呀 走进你 那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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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全是这青梅的幽梦 全是这青梅的幽梦 现在又换了一个选手 这第九号 滑得挺顺的 去年呢 有180个选手参加 今天是137个 据说还有一个中国人 是44号 我一会儿我还照着一些 不过那些呢 就不是pro的 现在穿着运动服的呢 很多都是pro的 随滑来稍微顺一些 走得连贯一点 现在呢 就换了男的滑了 速度呢 快一些 也连贯点 像他们就过旗门的时候 这些动作 你看没有 基本都不停 立刻顺着就滑下去了 结束都比较小 看来男的还是勇一点啊 胆大 然后呢 现在又是一个运动员 这是11号了 女的滑完了时候 男的滑了 刚才已经滑了一个 你看他们现在滑了 在拐弯之前 先跳一下 就 把那个弯拐大点 这样呢 是能够滑得更连贯一些 有一个梦着花盖的新娘 看不到他那转转的脸庞 但这一串 又让你隔上 说出家的路上 有一个梦着花盖的新娘 碰进黄沙般隔太阳 现在滑的是第十四号 第十四号叫什么 迪克森 他是一个原来加拿大国家队的 是参加过 2010年的奥运会的 他呢 也是因为经常到 汤姆这个馆 来吃饭 所以呢 马果都跟他认识 当时呢 在山顶观看的时候呢 还互相聊了几句 知道他要参加比赛 还祝他好运 现在看下滑的 果然是反正是挺顺当的 原来国家队参加过极限制 现在随时退休了 但这个技术仍然雄风仍在啊 我来果然是很顺利啊 看着他滑起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准备转移了 现在先到这个出口处呢 来看看热闹 现在是262728号准备下去 26号跳下去了 这就开始了 然后27号继续 我们在这看了以后呢 现在话还是在山底下 就在泽西克里米缆车顶上 那个观察站那个地方 从这呢 可以看到山顶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 看着那个地方呢 就是滑雪下来的地方 出口 现在还有一个人滑下来 我们就是在这看热闹了 在这也照了一些 这是山顶 又下了一个人 我们刚才就在那山 看着一大群人那一个地方照的下 还是能找到好地方呢 因为人来来去去的 有时候老是有些空荡 站在栏杆边 刚才是从上面照 现在是在下面照 看这些滑上来 可就知道就不是不是那么容易 你现在这种呢 看不出来抖度 但是呢 看他们这种滑的方式 你就知道 不是那么容易滑的 看完了出口株往下滑 现在是到了Blowdown 基本上最后一个阶段了 原来呢 Blowdown这个地方呢 是很大一个下坡 这就是44号我说的那个中国人 还不错呢 能参加比赛 这是第一次我听说有中国人 还是业余的去参加这个比赛 相当不错 这Blowdown呢 原来是一个是挺陡的 一个是蒙古区 现在为了比赛呢 给它刮平了 也弄了奇门 就是说 这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下了一个小陡坡了 看完了比赛呢 我们就出来玩了 现在是在那个 Springboard的那个附近呢 有个Border Cross的那个比赛 这是那出门的地方 这写着Border Style 这是比赛出口处 现在一个Springboard滑下来 先跳台 然后呢 我们又跑到 是Seven Heaven 后边 然后呢 准备去看那个冰洞 这是从那个Bag Glacier滑下来 然后呢 那天雪还不错呢 这就是冰洞入口处 我们在这儿呢 招了半年冰洞 这冰洞是 几千年了吧 估计 那个悬 积累的那个 很多年的那个冰 在这里边呢 形成了一个冰洞 平常被雪盖住了 现在呢 是给 抹出那个出口来 让大家可以到这儿来参观 所以呢 算微色挺文明的一个地方 是 近两年了 它本来山顶上还有一个 我们也都看过 现在 那个呢 怕出危险 所以就只把 把上面那个口给封住了 所以大家都来看这个 你近两年来 滑雪人多了 所以这个倒还挺出名的 这是从进口处进来以后呢 然后还得往下爬一点 马果呢 在这边穷照相 万年冰 冰都是万年悬冰啊 说的挺邪乎的 蓝色的 也有岩石的 那个 现在有人爬到最里边 在那边 钻在那个小冰缝里面 太热闹了 马果在这照相 照得不亦乐乎 这个冰洞呢 以前我们曾经来过一次 但是我们觉得 不如上面那个好 但是现在呢 上面那个关了 就只能到这儿来 这是从冰洞里面 往外照相 看见上面那个冰 冰柱的滴天淋水 这个呢 就是冰洞的 里边侧面的眼壁 看那个冰 蓝色的 这冰的原色 这最后呢 是下山以后 下午四点以后呢 在山底下 还有一个比赛 它因为是滑雪节嘛 所以这个呢 是叫 Big Air 今天呢 是单版的 这是呢 我们在不同的角度 来给它这个照的 照一个 正常的速度呢 然后再照点曼农柱 让大家分享 分享 曼农柱都好看啊 因为在不同的角度 所以呢 这是在 是这个 最南边的地方 照的 然后换了方向 跑到北边去 但是 因为就说 因为下边人多嘛 所以呢 去的早的 还能找到好的 我们去的晚 所以就只能在这 转来转去 是一会儿看看这 一会儿照着 一会儿啊 反着沙帕 走的什么地方 觉得角度好啊 能照相 能看得全一点的 就照 这是在第一个角度 就是说 左边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呢 天气特别好 蓝天白云 可以反映出来 然后后来呢 就换了点 这是换了点 以后再挣前方照 看远山 这就是 后边这个 白孔的一个山 这换了个角度 我那天呢 我一共换了三个地方 因为左边右边 前边后边左边 这个呢 都是在正前方照 看不见他们起跳 只能开始从 坡顶上出滑出来 看见没有 就从这儿 咕 然后就钻出来 现在还没钻出来 急死你了 好崩就出来了 因为那个地方 看不见他们跳 看不见起跳 只能看见跳 跳出来朝地 现在呢 是能看见起跳 换了个角度 刚才是在山坡的那半边 现在跑到这半边来找 这边呢 光线没那么好 但是可以看见 就是说威斯尔 山底下那个旅馆 那个村子 正前方的那个位置 这是摩托车队 这些人就运的运动员 他们滑了以后呢 通过这摩托车呢 雪敲车给他们送上去 这是跳上来 起跳 着陆 但是这个位置不好呢 有一个大烂车 所以呢 折住了 最绕地的地方 看不清楚 没办法了 凑合玩吧 凑合看 好了 总算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